所以我们就要问Amanda老师 到底有哪些星座 她就是房产运特别的好 特别会看重房子 有些人真的是很会用头脑 在计算在这个规划置产 但有些人他们可能真的 天生的房产运就是比较好一点 今天我们从星盘当中的 太阳月亮跟上升星座 这几个部分来观察 首先第三名要恭喜 射手座的朋友 他们房产运好是 能有机会住好的房子 要恭喜汤老师有上榜 可能像佩琪刚刚说 你是以前住高雄对不对 那有些人就会说 我住习惯高雄啦 这么好的阳光 这么热情的这个乡亲们 对不对 开车到哪里都好停车 所以我怎么买房子 我可能都买在高雄附近 有的人会说 我已经这个年纪了 我规划我以后买房子 可能我要离什么医院 比较近比较方便 或者是我一定要离学区多近 这样子小孩上学才轻松 那有的人会说 我要离学校多远 比较安静一点 都有一些坚持 但对射手座特质比较强的人来说 他们其实心中这种条件 是比较宽的 他会觉得说 其实我好像没有特别 太特殊的要求 只要我看顺眼了 其实我都觉得可以接受 就这个弹性比较大 所以他们不太会排斥新的地点 再来就是射手座特质强的人 他们有时候对于买房子的时候 他们只会看中某一项 他们在意的点 举例来说 我可能现在买房子 我觉得交通方便很重要 地点很重要 都说买房最好要看地点 他们就挑到自己满意的地点之后 其他的要求没那么多 可是在买了之后 反而运气很好的会觉得 其实这个房子的建材 非常的实在 非常的高档 这里可能两个路口之后 会盖一个新的商场 以后会增值 就这样子买了之后 其实可以买到物超所值 这样子可以住到 比较优质的一个房产 第二名我们就要看 有落在处女座的朋友 好 原因是因为 能在低点入手好的房子 有的星座他们买房子 可能看个五间十间 觉得好累喔 差不多应该就这样了吧 你去问一些处女座的朋友 他们看房子的话 那种预售屋 或是真的是看房子 可能三十间五十间 对他们来说都是稀松平常 而且越看越起近 越看越起近 他觉得从中是有乐趣的 好 也就是说 他们看房子怎么样 我们讲啊 就是白天会看房子 对不对 然后晚上会再看一遍 觉得不错的时候 天气好的时候 去看看这个日晒 会不会太严重 下雨天 什么台风天 一定要去看一下 这个会不会有漏水啦 会不会淹水的情况 各种状况 他们都会先想好 会先去盘算好 再去看房子 他们觉得什么 我们一定要先求有 再求好 他们其实很爱买 屏数比较小的房子 好 反而会觉得 这样子我灵活运用 甚至我的负担压力 不会那么大 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呢 他们可以先看到 让自己觉得 这个CP值很高的一个房子 再来很重要的一点 毕竟身为土象星座 就像刚刚佩琪讲的 他们很有耐心去等到 自己觉得很合理 而且非常满意的价格 不管你说买或卖 他们都能够用 真的自己觉得 其实我赚了 比这个预期 还要好一点的这个获利 或者是我付出的成本 其实是比大家 同时买房子 或是我们这个社区的人 都还要低廉的这种价格 会因为这样的房子 能够入手好房子的 第一名呢 我们就要恭喜 天秤座的朋友 原因是因为 能够拥有多栋的房产 好 我们先讲 很多天秤座的 不管男生或女生 看起来怎么样 都像是富贵人家的孩子 但是你真的要从房产 这个部分来讲 确实有不少的天秤座的朋友 其实童年的时候 是有一点辛苦的 所以对他们来说 其实在内心当中 都有一个房产梦 他们不见得会告诉别人 但他们内心都觉得 拥有一个我自己的家 而且是这种可以遮风避雨 很可靠的房子 这是很重要的 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梦想 所以他们自己在 可能开始赚钱之后 天秤座的人 再怎么打扮自己 都会拨一部分的基金 是我的这种 这个买房子的一个 这种制产的基金 再来就是身为这个天秤座 他们对于生活 都有一定的要求 对不对 所以买房子 当然不可能买在什么 这种地点太糟糕 或者是说 这个房子状况 真的不太好的一个情况下 也因为这种原因呢 他们对于居住空间的要求 所以他们制产的环境 通常不会太差 所以呢 日后你说要在卖出的时候 这种获利通常都还蛮好的 那我们回过来讲 因为从小有一个 这种制产的梦想 所以当他们真的拥有人生 第一栋房子之后 有的星座的人就觉得好满足 我有一栋就够了 对不对 剩下的钱 我可以去投资基金啦 投资其他的股票 但对天秤座来说 毕竟是精心守护的星座 他们会觉得 其实有房子 是一件非常美好的感觉 而且我以房子来赚钱 以防养房 这个获利才是可观的 所以对于很多天秤座的人 当拥有第一栋房子 可能时间可长可短 但是只要拥有第一间之后 后面第二间第三间 其实他会觉得 我的运气越来越好 越能够拥有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 内心的这个动力 会驱动他们去买 第二间第三间房产 第四间房子 我还会觉得 我一直在着 我还是会觉得